BC省租赁法规要点 要点的基本上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几点 一个是租金 押金 租约限期 如何解除租约 和租约的附加条款 那我们这一一的简单过一下 好 首先的租金来讲 我们在租赁法规上是可以 按天按星期按月的 但是大部分我们是按月的 好 能不能一次收多个月的租金 刚才我跟大家讲过了 押金 押金呢 我们BC省是半个月的租金 而且不能因为说 OK 我这个房子是furnished 就是我是带家具的 那我要多收你半个月 这个是违反租赁法规的 你可以多收租金 但是你不能押金上多收 好 宠物押金呢 最多半个月 你可以收少于半个月 但是最多最多是半个月 必须在租客 给钥匙搬出后15天内退还 租客没有给新的地址 可以暂时扣留押金 为什么我这讲暂时扣留 一旦他给你了他的一个地址的时候 你就要把这个押金退还给他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 我通常不这样做 就是租客如果老老实实 也打扫干净了 也好的租客 他即使没给我新的地址 对我也没啥关系 对吧 我就还是退给他了 好 但是租赁法规上是这样规定的 就是没有新的地址 你可以暂时扣留 好 租约的限期 基本上两种嘛 对吧 一个是按月 一个是定期 定期你可以每个月 几个月的 也可以这个一个一年的 就是我们叫fixed term 租约到期能不能让租客搬走 这个刚才咱们在那个问题里面 也跟大家讲过了 对吧 是可以让租客搬走的 前提条件就是你要自己 自己搬入 好 租客如何解除租约 首先呢 他要给房东一个整月的通知 如果是租客给我们签的是fixed term 固定的 那么他在固定期限 他搬走是属于违约的 那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是说 租客已经到了 他是按月跟我们出租的 前面这部分是解约 后面呢是租客解除租约 他要搬走 租赁法规规定是 月底最后一天的下午一点钱 好 房东如何解除租约 那么这有几部分 一部分呢 房东在租客违约的状况 可以跟他解除租约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屋主自住 屋主自住呢 你要提前整两个月通知 赔偿一个月的租金 如果是做大的装修 是要给整四个月的通知 赔偿一个月租金 租约的附加条款 跟大家大概讲一下 首先租约的附加条款 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签每一个合约的时候 除了政府的那个以外 我们一定要配一个附加条款 附加条款写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不能抽烟 没有宠物 对吧 那你可以给他写上 还有当然一些其他的细节 每一个房子 你对租客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呢 就你要分别去写 还有一个呢 就是虽然是在租赁法规上的 但是你要强调的部分 举个例子 就是转租的问题 必须在房东同意的情况下 你才可以转租 这个是租赁法规上已经有的 但是你想强调的 还有一个我通常会写的呢 就是我会做定期查房 这个我会给他写上的 另外呢就是 这个房子和这个租客 任何情况做改变的时候 你要做调整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 在这个租业的附加条款上 要给他重新加上 好 租客常见的违约行为 我们大概的过一下啊 一个不交租金晚交租金 这是常见的 还有呢就是 定期租约没有结束 租客就搬走了 对这也是违约 刚才我在前头那个问题中 给大家做了一点点解释 对吧 那租客搬走 租赁法规是如何规定的 我们房东应该怎么做 还有呢就是 其他的违约行为 那这个就是大家要知道 什么样的行为 是属于违约行为 所以我就说又回到 大家要对租赁法规有个了解 那我们的一个表格就是 一个月的解除租业的通知上 那个表格上写得非常清楚 哪些是属于违约的 所以这个呢是在我的租赁法规的课程里面 就是我有11个表格都跟大家详细的去讲 每一行怎么填 什么情况下可以填 好 对于租客违约行为 我是怎么样处理的 首先我就会先去提醒他 我不一定先去给他发法律通知 因为我不想走法律程序 走法律程序对谁都没好处 所以我会先提醒他 昨天是Due Day 交租的日期你还没交 OK提醒他了对吧 那看他怎么样去做 或者是别人有抱怨他了 我也会提醒他呀 我说这个是不是有这个事情发生 可以不可以你要注意一下 好这是提醒第一步 如果同样的事情还发生 就是要一个Warning了 就是要警告他了 这个呢警告呢 也可以先是口头的 或者是写个Text Message 写个Email警告 这个再发生 那么我们就书面的 你可以跟他讲 你说这个如果你要再发生这个 可能我要就给你开驱逐令 就要你搬走了 如果书面警告还是不工作 那我就会跟他协议解除租约 这个是我用的最多的 我在这十几年的找租客过程中 大概有四个是我协议解除租约的 就是这四个租客也不是欠租的租客 有一个小伙子那是婉交 婉交了两个月之后 我就发现他可能就会潜在的会有这个问题 我就不想拖 我就说那这个地方可能就不合适你住了 你那个找到更便宜的地方 我就跟他协议解除租约的 他跟我签了一年嘛 但是没有到一年 那我说我也 你把房间打扫得干净 搬走 我也不扣你那个半个月的押金 所以基本上还是蛮顺利的解决的 如果是实在是协议解除不了 你跟他说他也不搬走 他还是继续违约 那没办法了 只剩走法律程序了 这就没办法了 我下面会跟大家讲 怎么样能够预防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呢 就是我是会把这个预防做的比较重要 就是避免这个事情会发生的 所以这个呢 可能给大家一点借鉴 怎么样预防走到法律程序 我们不想做法律程序 好处理时的要点 处理时要点一个是 一定要及时 不要拖 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房东 租客晚交租金 交了晚交一天晚交两天 不当回事的 除非特别好的租客 他晚交一天两天 他不是故意的 他可能是疏忽 他马上第二个月就会准时交了 但是如果第一次晚交 过两个月又晚交的 这样的租客 你就千万是不能不管 一定要及时告诉他 他今天没交 明天就要提醒他 一定要及时 千万不能拖 这种租客 你拖了三天晚了 下个月可能就一个星期晚 你如果再允许这个情况 你也再听他的一些借口 你同意了 他再下次就半个月 会越来越拖的 不好的租客永远是这样的 那么还有呢 就是遵守原则 不轻易让步 这个是对于我们房东 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一直跟大家讲 就是像我的出租房的这个理念 最开始跟大家上的就是 把你的管理自己的出租房当生意对待 如果这是你的生意 你会怎么做呢 今天来买东西 拿走了一样东西不付你钱 你会说OK你拿走吧 你会吗 我相信大家不会 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租客 晚交租金了 或者说不交租金 你就可以允许他这样去做呢 如果是租客有违约 任何违约行为 咱们要知道租业的规定是什么 按照这去执行 千万不能轻易让步 还有呢 就是给租客这个压力 这个就是在我处理的时候 比如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呢 就是我曾经有一个租客 交租没问题 因为他们工作都很好 但是呢 就是他经常有这个邻居抱怨他 邻居抱怨他呢 那这个strata就会给我写信 对吧 那我就会问他 然后他呢还挺不服气 那个反正总之呢 就这种情况发生过好几次 发生好几次呢 后来呢 他不觉得是他自己的问题 但是呢 他比如说声音开太大呀 影响到别人了什么的 他不觉得是他的问题 那我就跟他讲 我说那这样吧 我说你住这 我经常收到strata的这个信呢 一收到信 我就得跟你去讲啊 你也不舒服啊 对不对 好 我说那咱们解除租约吧 我说那你就提前告我 你提前搬走 他肯定不想搬走啊 然后呢 这不是一个月过去了吗 那我还是会收到通知啊 然后我又提醒他 总之到最后 我就觉得他肯定改不了了 我呢就过一段时间 一个星期 我就会问他一次 因为他也不存在 不交租的问题 一个星期我就会问他一次 哎我说你那个 找的新地方找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搬 他不理我没关系 反正我下个星期 我还在给他 写一个message 对吧 我说你什么时候搬啊 我觉得这地方不适合你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要给租客这种压力 你说谁愿意 每一天让人来bother你 对吧 如果你给他造成了这种 incommence 不方便 他有一天 他就真的就 就没办法 他就自己想走了 所以我就是用这种策略 过两天我就催你一次 过两天催你一次 然后过两天让你搬家 让你搬家 对啊 那没办法呀 你要改正没问题呀 他不改呀 问题是 所以呢最后他没办法 他真的就搬了 这个租客呢 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让他搬 好多因素在一起的 为什么让他搬呢 每次查房的时候 都不干净 就反正没到我的标准 我也没有说那么干净 但是呢 你说你这个最骑马的脸盆旁边 你被弄得脏兮兮的 都是水呀 或什么的吧 反正我就觉得他不干净 然后呢 进门的时候 那个地上就能看见 就一看就是穿外面的鞋进去 然后没擦干净嘛 然后我就提醒他呀 我提醒他 我说你下次这个地方都打扫打扫 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他说我们每个星期都打扫 我心想每个星期打扫 不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呢 这个租客呢 我就是因为这几个原因 我就不想留他 最后呢 反正是可能他让我这么弄的 他也想搬走了 然后我就怕 你看每次查房都这么不干净 他在搬走之前 他不跟我好好打扫 我不知道我要花段时间打扫 而且又是我让他搬走的 所以呢 我呢就跟他讲 我说呢 我呢在你搬出之前 我做一次inspection 要做一次查房 他呢就找理由 就说他特别忙 他说我最近没时间 就给我拖了一个星期 然后呢 我就过了一个星期呢 我又跟他说 我说我要查房 他又要找借口 还是说忙 那我就要实行 我自己的这个房东的权利了 对吧 我好好跟你商量 你不让我去查 那我就实行我的权利 我就跟他发了这 那个短信 我就跟他说呢 我说呢 租赁法规规定 我们房东是可以 给24小时通知 可以去查房的 你可以不在 没有关系 好 结果呢 我这是唯独 我这租13年 唯独一个租客 我是正经给他发这种通知的 书面通知 其他都好商量 对吧 我呢 就写了一个通知 我呢 就给他 我就贴到他门上了 如果把通知贴到门上 是三天之后生效 对吧 所以你写的日期呢 一定是三天之后 要去查房 然后呢 这个表格上 也要写得很详细 什么时间去啊 什么原因去啊 什么的 那这些信息呢 都是在租赁法规的 这个具体的规定 也是在我课程里会有的 就是每一个表格的 这些细节都会有 好 反正我到那个时间 该查房的那个时间 我就去了 我敲门 他就给我开门了 因为他也知道 这个BC省的规定 是吧 他反正不给我开门 我自己就开门了嘛 好 他就是在家的 他在家 然后也没说话 我就进去 我说我来查房 后来我查房的时候 我发现他确实在 packing 就是那些 有好多的搬家的盒子 在那 所以跟大家举这个例子 就是你要给租客压力 有问题及时解决 好 最后最后 第二点跟大家讲 遵守原则 不轻易让步 但是 一旦这个租客 实在你做了 所有的所有 所有所有努力 你都达不成 跟他的协议的时候 大家就要做好 思想准备 承担损失 出钱让租客走 有一些房东的 那个心态呢 就不太对 首先呢 有问题 他不去管 他没把他当生意 然后呢 真正出现问题之后吧 他又不想接受 那个损失 一两年前 我那个群里面 你说这个租客 哎呀 太差劲了 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那个租客都要搬走了 他说这租客 即使他搬走 我也要跟他去打官司 上小个法庭 我也要跟他打到 打官司到底 我也让他不舒服 好 你说 你说你 你这样的行为 是让你自己不舒服呢 还是会怎么样 我觉得对你自己损失最大 你每天都会把这个欧气嘛 我是觉得呢 到最后 咱们该做的做到了 实在不行 你真的就是承担这个损失 那是最最明智的方式 出点钱 让租客走人 也比你去打官司 然后大家在那 争 然后他把你房子再破坏了 那个好的结果多得多 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避免与租客纠纷 首先最最重要的 做好严格和正确的筛选 首先我们要严格做筛选 筛选其实也是在你做的对不对的问题 那很多的房东说我做筛选了 但是你的租客为什么还有问题呢 那说明你没做对嘛 所以呢这个呢 就是大家做了筛选 而且要做对 又可以说租金准时交 又可以说他是一个尊重人的 又可以说他是不会破坏你房子 那你这个在筛选过程 你都要问 都要去筛选到的 好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讲到的 一定要了解当地租赁法规 因为当你不了解租赁法规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纠纷的 你看大家刚才答这个题 大家很明显 大部分人对我们租赁法规是不了解的 当你不了解的时候 你做的某一些决定就是错误的 你就会造成跟租客的纠纷 租客如果去告你 那就明显的就会有纠纷了 好 还有一个呢就是 要求和规定都在收定金钱提出 这个也是很重要 比如说我跟大家讲的 我要定期查房 这是你的规定和要求 你一定要在租客决定了住了之前 你要告他 如果这个租客说 哎呀 我不想让你来查房或怎么样 他可能连申请表都不填了 就不奉选他了吗 对不对 你的要求 包括我都会跟租客讲 我们找的租客 一定要准时交租 一定要保持房间的干净和整洁 你要把这要求告诉他 然后我要定期查房 另外呢 就是跟租客保持好的关系和联系 我这边要好的关系 实际上呢 就是在我入住和管理那部分课程里面 讲到 我们跟租客应该是什么关系 是朋友关系吗 不是朋友关系 但是大家是有尊重的 大家是按规矩办事的 所谓好的关系是说什么 你要跟租客有保持联系的 你不能说我今天筛选完了 找到租客之后 租客什么我都不管 他只要是没有任何的 给我找任何麻烦 我也不愿去包着他 这种心态就不行 因为当租客一旦有问题找到你的时候 大部分时候就是大的维修的问题找到你了 平常租客也不会也不会跟你有联系的 但是你想一想当你跟租客没有一个 之间有个好的关系 经常有联系的时候 你不知道租客发生了什么情况 你也不知道这个租客比如换个工作呀 家庭状况有变化 你什么都不知道 当你要提出来一些要求的时候 租客可能觉得 你说我租金的时候 说完了你啥都不管了 对吧 你也不关心我 也不问我 你现在想跟我提这个要求 我凭什么要答应你的要求啊 你跟租客的关系 从最开始筛选 其实已经在那个时候建立了 就是你在看租客的时候 你觉得这租客能不能给你一个 保持一个很好的 这个你跟他的关系 租客也在挑你 实际上 大家看我视频的可能知道 我每一年到感恩节 我一定会给租客买一个小礼物的 都不多 有的时候20块钱都不到 但是是一份心意 你有需要的时候 或者租客他知道你这样的话 他不会提出一些非礼的一些要求 这个都是一些管理的一些技巧 好 还有一个避免与租客的纠纷呢 就是做好入住后的查房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我想大部分朋友都是知道我的这个YouTube频道 这边呢大家可以完完全全获得免费信息的 另外呢就是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网课啊 大家也是有选择的按你的需求 可以来报名来参加 我们每两个星期有一次答议会 两个星期答议会 所以这个课程还是很多朋友还是很感兴趣 还有呢就是入住后管理 这个课程我就会讲到入住后怎么样的管理好你在出租房 那么如果是同时报呢 这个入住后管理是个半价 好第三个课程就是今天我们讲的 今天讲的只是一小部分啊 大概的一个概念 好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我相信大家可能已经有了 你们可以扫描我的微信二维码啊 我相信大家可以扫描我的微信二维码啊 是吗 我相信大家可以扫描我的微信一维码啊 但是我现在课程就像这样一样